说到俄罗斯 总统普京星期二才宣布 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核武条约 俄罗斯的国会下议院 在隔天就迅速的 一致表决通过暂停旅行这个条约 普京还扬言 会继续加强俄罗斯的核武实力 研发更多更精准的导弹 俄罗斯国会下议院 星期三召开会议 投票表决 总统普京不继续参与 新削减战略武器公约的决定 议会最终以全票支持的形式 快速通过退出公约的议案 上议院联邦院随后也会投票表决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梅德韦德夫认为 美国和北约的态度 等同于向俄罗斯宣战 因此俄罗斯早就应该退出这项公约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指出 在西方愿意对话之前 莫斯科绝不会重返这项美俄之间 仅剩下的军备管控条约 除非西方愿意改变立场 讨论俄罗斯的疑虑 那莫斯科才有可能改变主意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也趁着国家保卫者公共假期强调 俄国会继续专注增强核武实力 大幅度提升军队的配备 普京表示俄罗斯会继续专注强核三位一体 也就是陆地海洋以及空中导弹 今年更会首次发射 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的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同时大量生产告时高超音速导弹 高超音速匕首系统等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